今天觉得第一局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有可能比较多的失误吧 尤其是在后场 我觉得这个球场会有少少的风向 对 我看好像是你在第一局的时候 风向有点特别容易出界 对 然后也一直在跟教练有一个眼神的交流 对 还是试着去控制那个球吧 对 我觉得第二第三场会稍微控制得到 不要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对 尤其我看到第二局把气势打出来之后 第三局一下顺水推之后就把他拿下了 对 那对于这一次比赛有什么样的目标吗 我觉得当然是希望有好的成绩吧 因为在这里我觉得很多高水平的学员都会来这里 我觉得是当做一个热身赛吧 就是准备全球赛 当然我也希望就是自己能在这里取得一个 很好的成绩以备战这个全球赛